大家好,我是楊潔 今天再拍一下花絲喔 知道他們能不能度下 這豬是麥巴克 雖然豬型不是好看喔 但是還是很喜歡他們煮一桌就買囉 然後今天再去看看一下我能定的花絲 這時候他們都在電溫山的吹拂之下喔 再看看吧 也許有些多肉能夠留下來 有些多肉就留不下來了 今天有一本醉花 醉花了 再拍一下他們 如果他們能留下來 那就最好了是不是 好,廢話不說 我們再來欣賞一下 今年樓頂的花絲 這個是海王 大盆海王 這豬紫霞 但是我也不懂怎麼種 竟然種的這麼歪的 這個是鮮末 我們是看台子上的喔 這豬就是那個 維納絲 這兩豬都是維納絲喔 這個是紅燉五草吧 這個吃夜年 我覺得吃夜年應該是可以度下的吧 這個又沒有什麼景 我五十八買的粉綠糊 在出狀況喔 那個這個是香爐旁 我能還不夠高喔 大家拍一下 還是挺健康的現在喔 挺好看的 這個是青蒙應該也好度下 青蒙 這個紅燉五草白 就不知道能不能陪我 走過苦洲的夏天啊 這豬也是紅燉五草白 後面這豬就是白鳳 也叫羽花石 這東西應該也好度下吧 好 好這粉綠屋 這豬粉綠屋還可以 我家粉綠屋 辣脾氣的喔 這個是香菲吧 這是香菲 是香菲 大香菲 喔這裡還露了一個 這個就是萬聖節 萬聖節這時候還挺好看喔 這也是紅金剛 紅金剛 嗯 這朝霞 這朝霞 這個是紅燉五草白 金邊翡翠 這個是綠玫瑰 這個是綠玫瑰 這個是粉綠屋 也是大黃粉綠屋喔 這個是 美營 你看消耗一片比較快 一片消耗的比較快 美營 這個是 黑金剛 陰陽菌 黑金剛 嗯 這豬 這豬 這豬是啥 不懂了 那旁邊那個天河 這個是花蓮粉帶 那這豬是 綠豆沙 你看看葉片不這樣 不這樣乾掉 不就太潮濕了 有一段時間太潮濕了 這個是不是 綠花 綠花表現還是可以的 表現還是可以的 那不懂 最終的結果會怎麼樣 這也是青嗎 這紅燕 這豬也是 羽花石 白鳳這豬還是 非常好看的 大家看看 還是不錯的 好 這個是 燕枝 燕枝 這三盆都是大葉玫瑰錦 大葉玫瑰錦 這手表現都還可以 這樣乾五玉 乾五玉 乾五玉 我記得 我家 今年華石比較 早出問題 可能品種多 去年品種少 大家看看 大葉玫瑰錦 這個也是燕枝 這個就最快 嫁接 粉綠屋 這種還是可以的 後面很像那個鳳凰 這樣子 這個早是嫁接成功了 他這個原來的是原式綠安龍 醉 原式綠安龍醉 然後給大家嫁接的這個 粉綠屋都長得不錯 都長得挺好的 你看看 你看看 這株也是 紫霞吧 我覺得盆子小 可能種的會更好一點 這也是香菲吧 這個就是那個 黑金剛 這個 鮮末珠 大家看 跟激光一樣 他就嫁接在那個 香爐 這個都是灑火 我自己 小盆的灑火 都還可以 感覺 鑽石井 這個都是醉花 你看看 醉花 醉花 就是今天發現 掛了一株蒙庚 反之可以補了 醉花少澆水 大家一定要斷水 一定要斷水 最後 不需要很多水 風 其實黃絲蒸 確實 大家不要經常給它 澆水 特別在我們 五州這種高溫高濕的地區 特別就是 四月底之後 四月之後 盡量少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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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缺水的我感覺 真的不缺水 盆度乾 相對來說 對它 還是 非常友好的 我今天就看到 有一株 有一株掛了 應該是 粉綠烏醉 這株是啥 這株應該是美肚沙醉 美肚沙醉 反之要看一下 摸一下 只能這樣摸 摸一下 這個導師 我自己小苗 美肚沙醉 我覺得用盆 小盆 一定要用小盆種 你小苗用小盆種 大苗也不要用太大的盆種 我今天有這樣深刻的感悟 不知道 跟大家有沒有相同的感覺 你沒看見 大家有很多支部間 像那種醉花 頭很大盆很小 反而肥可能養的更好 這個都是綠豆 綠豆沙 電風扇都一直吹的 這都是醉花 真的不缺水 以後要記住 這株 就是到9月的時候 也不要著急的給他澆水 都不願著急 然後這株也是那個 分離屋 分離屋 然後這株不懂 這株好像是 是那個 美肚沙 美肚沙嘛 這株在釣葉子 應該還是不行的 這株 我門根 我也沒去管 也沒去管 一直在追天文山 還是不行 這個就是 灰化石 灰化石 然後這三分 都是青城 都放在這裡 那株就是 奶白 這株也是 分離屋 小盆的都好 一定大家 我覺得盆子不要 因為太大 你看看 我這個 因為這種 加隆盆 只有2號的那個 加隆盆種的 多肉都還可以 這個小盆 小盆動的 都麻麻菇都還行 今天就給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家裡的 我家裡的 華石的情況 總結了一個經驗 一個就是說 土 土不能用原土 在湖州一樣 不能用原土 要用透水 透氣的土 第二個就是 盆子不要用太大 如果你蜘蛛比較小 千萬盆子不要用大盆 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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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株海王 盆子就 偏大了 盆子偏大了 這個是香賴耳 這就是美杜莎 我家美杜莎 可能 這盆也不行 你看 一直在釣 釣葉子 剛才給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家裡的華石 後面還有 一小桌 今天可能華石就 土好妹妹的 給我的一些 然後自己的一些 相對來說 偏多了 我樓定可能 容量 超標了 所以說 大家要想想華石 我覺得土 在湖州這樣高溫高濕的 顆粒土 50 最少要用50 50 可能70之間都可以 我們要改變 用土的 這個 方法 而且就是土不能多 大盆土不能多 下面桃力一定要墊高 桃力絕對要墊高 第三個 剛才說了 就是盆子 不能用太大的盆 盆的口徑 倒是沒有關係 就是土要越少 盆子要越小 土要 顆粒土也要跟上 好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拜拜